因為益哲瑞爾在前面的強度 相對來說我們都知道好運姐 也被nerf過一些版本了 那但是以這個前期的強度 包括他搭配的輔助 益哲是搭牛嘛 所以他們的進攻性前面也是比較低的 那這樣看起來其實在前面的主動權 應該會是BLG這邊再高一些 畢竟韓華這三條路都是先盲選 對 這在先亮的情況下 被BLG這邊抓到了counter 對 現在就是看這個首搶賽勒斯 到底有沒有料 因為他確實選到了他想要的 因為他們選賽勒斯之後 對方不敢選納爾 那他們也選到了這個 多蘭的第二順威高的納爾 兩隻角色都是他們願意選的 那對方也是有點算是搭配 知道這個是陷阱 但我還是跳進去 我還是選了自己中野比較強的阿滴組合 加非愛的一個體系 但相對這個打起下來的話 就前面如果是沒有碰影的話 壓力就會相對大一點 所以對於BLG這把 其實前面團戰小團碰撞 得要取勝的壓力是有點大的 是 但我們都知道其實波比他有無限的可能 就算你是 就是二雷安打還是全雷打 哎呦 而且對於花生在波比這隻角色的招藝上的話 就是他打到這種工具人對決 他是可以打得很兇很壓制的 是 那有可能就是勳在賽前的前導提到的 打亂花生的野區節奏 這法就相對沒有這麼簡單去做了 OK 而且看起來韓華這把是要拆取換線的 因為換線的話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一折瑞爾在下半部 其實前面是沒有太多主動權 那你換線的情況下 賽勒石跟一折瑞爾在上半部 都是可以兩線有一個比較好的主動性 直接進草 兵被煉住 那隨之五個人頂上來 兵可能要交閃了 再往前被頂 已經來到了塔下 一發秘書射擊打到 但兵這個閃線扣得這麼死就是不按 韓華追蹤也沒能夠擊殺 不過技能是已經轉好了 這波是Dooran先扛 往前預判了一下之後 人頭被Delight收走 兵交出了閃線還沒被打架 但是Night的感到 配合一波的魅火收下Dooran 有閃線 Delight也選擇把這個閃線給交了出來 那這樣這一波的月塔 人頭的落位是在輔助身上 但另外一邊是Night拿頭 哇 能說其實兵很聰明耶 因為他那一波如果交閃線 就是會變成是Zekah的頭 但他不交這個閃線 變成是他只要留在下半部的位置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想那麼遠 就是這個頭如果是牛拿到的話 其實BioG不虧耶 但這就是預判你的預判 這個閃線他就是不暗 因為如果是Zekah收了這個手殺 他再回到中路 那他最多就是跟Night平開 但是現在狀況不一樣了 但其實對於這個BioG來講 他看到你雙人現在上半部 而且這麼早的情況下 自己也打換線就行了 哦 那這樣子反而是 變成一個兩邊都逆EU 那不過輔助位的話 Delight是在中路吃線 現在才慢慢要走回上路 對 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多然知道 對方也是打換線 直接這個TP就不用省了 因為對方也沒辦法配合著 這個輔助戰中的優勢來越下路 哦 那這樣就是直接顛倒對位 是 但正對的情況下 我們一直談到說BioG 還是比較優勢的哦 在前期的部分 是 不過暗這邊吃到 前面比較多的POKE 在草叢裡面掉了一點血 不過這樣子讓Night 提早拿到人頭 而且是提前的上到兩等 中路本來就是一個 手短被壓制的線 對Zekah而言 就會稍微的難受一點 對 本來就難打了 現在更難打 而且Night他帶的符文 因為他過去都是 但是我記得帶比較多的 好像會是那個不實之我 他是一直選擇電型哦 來打一個爆發配合的 反而Zekah這邊 他是帶上了征服者 哇 但不過 現在的一個局面 在韓華這邊的話 他就看輔助拿到這個人頭之後 早點補碎的裝備 可能早點利用鞋子去做跑線 也是有可能的 那兩邊刷葉的速度幾乎都差不多 目前看起來就是前面 如果韓華在上路跟中路 都扛得不錯的情況下 就是等著他們的會戰嘛 因為他們塞爾斯 跟納爾在會戰的發揮 其實就是 有一個比較有打團的畫面 哦 但不過 L可是蠻早回家 就先補了一個泰儲品 那看起來Bog這邊 也是能夠去跟你接手發育的 不過現在反而 可能是在換到下路線 啊 冰這邊就 掉的比較多的CS跟經驗了 對 但是 以Zekah來講 其實這個線算扛得蠻好的 因為自己的水也還在 而且回補之後 是確實有把兵線給送進去囉 我覺得Zekah其實確實在這種 短手的對局當中 即不管是 他的三分組嘛 亞妮 阿卡列賽的時期 對到這種手長的對局 他都蠻能扛的 而且甚至有偶爾會在 換血上 或是CS速上 可以看到他是領先的 對 在這種手短的對局上 是看起來非常的熟練 但是Ryo覺得 提前有一波浮野 但是其實韓華的浮野在身後 正面則是Zekah被親到 浮野還在身後 但捏了一波拳頭 薰跟昂 看到對方的浮野之後 沒有選擇動手 但是Zekah已經被打掉 一半的狀態 他是交TP出來的 是 韓華這波的防守 算是蠻成功的 因為知道Zekah 剛才是被Night給拉線的 所以其實有一直在 叫隊友來幫忙 就是如果被卡線的情況下 隊友要來支援 所以這波防守算成功 但不過就對於Zekah而言 現在其實就 又回到一個被壓制的狀態 兩邊同時交TP的話 一邊Zekah這邊是 已經被打到亂血 是 有個輔助前面的跑動 也沒有到經濟的落差 因為Zekah是把TP給交回來的 所以待會在五分鐘的 就是六分鐘那個團戰的時候 其實他會 狀態如果沒辦法回補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中路的劣勢在 對就以前面的作戰力來講的話 確實可能Etherail這邊 也是水滴 加發光結晶開疊 感覺就算沒有來到六等 還是BLG的下路雙人組 比較有畫面一點 然後現在就是 中路線跟上路線 就雙人線站的地方 都是BLG有優勢的話 其實Hanwha接下來 在重團的一個發 就是發生的情況下 應該有點難切 而且Zekah的血量一直在掉 還是得稍微RUN一下 前面畢竟真的看起來三條線 正對都是 除了納爾這條線之外 都沒有先決 對 那這樣子 第五五分鐘 小龍已經重生兩邊 對於龍的收尾看起來 還是沒有看得特別的重 而且Zekah算是 用一個假回程 逼迫著Night推線 想要把Night給鎖住 不過這個右手也確實 還有一分鐘才要重生 但Night也沒有在跟你演 你假回程 那你真的出現 我還是去壓力 你這麼想坐牢 那就繼續讓你坐牢 沒錯 不想回 那就別回了 對 因為打到這樣的一個局勢 其實正常來講 你有限權的那個人 你一定不會是先回的 也就是確定對方回了之後 你才會做一個回程 哦 反倒是下路的兵線上到6點 要燒一波 而且這波Recall的話 是還可以銜接到重團的 對 而且這邊給的壓力就是 雖然阿兵是把大絕給交掉了 但是這邊 如果重置獻出 韓華斯站位沒有站好的情況下 你要變成多想一下 有沒有可能阿兵會在上半部出現 不過看一下 打野位 兩邊競技是持平 經驗是持平的 要直接動了 對 這邊的配合就是 主要是 阿兵把大波線送進去的這個時間點 要來直接動 但Pina的位置其實一直都是被看到的 薰 想要來掩護一下上路的推進 那我跟Viper的狀態都差不多在半斜左右 但這邊要動了 因為阿兵要到了 想要先來搶一隻 但最後重擊 薰先拿下了一隻的虛空幼蟲 阿兵奈特 都是6等都趕到 不過阿兵沒有大 先用重擊 那就看Zekka有要打算用這波6等吧 有點難解 因為都蘭是沒有TP的 所以沒辦法TP中線 所以這邊打一波交換的話 其實憨花也是不虧的 是 但就是過來稍微看一下 也讓BLG必須得 花比較多的時間跟人員來做掩護 阿兵TP下去了 對 我在想說阿兵剛剛在中路線 剛剛應該是可以確定對方不吃的時候TP下去 有點慢了一些 那這樣做到的交換就是讓 多倫這邊有吃到一層的護甲 是 但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BLG這邊前面的物件確實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因為畢竟他們的線權都是有的 都是可以壓制的 你會因為拿到這個重擊之後 可以壓制更多的塔屁的 那相反的 韓花確實在對方動物件的時候 就得稍微製造一點 能讓邊線 弱邊這邊賺了更多錢的機會 畢竟納爾這邊也是出太出品了 比較可惜的就是 其實沒有去交換到的是第一條的小龍 對 剛剛這個比較像是用人員的集結 逼迫BLG必須得一定要派人過來看 是 韓花這邊還不是他們的時間 因為畢竟一定要拖到這個中路跟AD 至少要有成狀之後 然後才能夠去接團的 所以前面其實碰撞起來 都還是BLG的先手強一些 兩邊輔助一直都在做視野的爭奪 這河道誰都不想讓 對 不過直接一波Q閃把暗給頂了回來 暗也是有閃現的 不過現在先被一波的堅定步移擋住 Zekka是練到配合偷來的飛先 這波看起來要直接把暗給斬殺掉了 暗有閃現 他最後的傷害 練斬斬下 Zekka拿下了一個人頭 哎呀 暗怎麼了呀 打野不是在刷野嗎 為什麼視野要做這麼深呢 就沒想到的是 Zekka這波直接跟著Delight 就想做視野 就想放個眼 沒有因為我一直在討論說 暗他的發揮 其實近期的發揮 真的水準我覺得是有下降 尤其在做視野的視野點 其實跟打野的配合是有落差的 尤其是現在其實BLG前面是最不能失誤的 因為主動拳就在他們這邊 所以會因為死掉這波之後 你的線路沒有更好的視野 沒辦法壓塔 而且打野也因為刷完之後 他沒辦法跟輔助去做事 這個時間點會讓BLG有點 那個斷了一些自己的節奏 哎 中路再練到 這邊是直接練出了Night的閃現跟大絕 哎呦 Zekka 他先找到一波不錯的機會 對 沒辦法 這個是有點輔助輻射到 開始中路線其實也有點輻射到了 那這樣子 小龍算還是被BLG給控下 但確實對於只需要慢慢發育 等待自己發力起了 寒華也能換到人頭 跟塔皮就已經非常的不錯 對 但BLG也是很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剛才還是透由Bin的推卸 然後以及Night在中路線 壓制對方的情況下去 吃到這條龍的 那現在看一下 在上路的話 那邊一邊是暴風大劍有了 那這邊 Eazerail是閃耀劍也買了出來 AD就相對的和平一點 是 上路的陣隊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E8版本其實 因為這個馬娘其實有調整他的那個移動速度嘛 所以可能UN有點不太 不太適應這匹馬 你知道嗎 但也確實對於輔助的也就是 那個真眼要75塊 他是放在那邊 剛放下去 底下就要過來才 四個輔助都有這個想保護真眼的心情的 沒有 因為主要是說就是對於那個 他能夠逃跑的時間點 以及他能夠位移的那個時間點 其實過去他是可以有更多操作空間的 但因為有被NURF的情況下 其實UN感覺在那個距離的把控 其實有些問題 是 但你確實就是輔助沒什麼辦法 在可能今天的狀態調整 還是沒有到特別的 就是在經濟狀態內 是 那看一下 因為重置在40秒後要重生了 如果現在就看中野 PINA其實也確實在這把 有嘗試做到蠻多的給到的壓力 那兵換到了中路線去 然後讓Night去邊線對DORAN 對 看一下 因為BioG現在的打法 其實有兩種可以去執行 一種就是我一樣來接第二條衝團 然後或者是第二個就是 我利用剛剛拿蟲的優勢之後 我來越下路 其實他們的做法有蠻多的 戰術可以去執行的 但這第二條衝團對海皇爺 他們還是沒有第一件的大裝 就真的要碰 BioG這邊反而是上到六等之後的破壞力 陣容看起來是更強的 而且BioG現在的換線的關係 所以其實BioG沒辦法在邊線上 壓制到下半部 所以也很難去執行 我們剛才講的第二種的一個 月下的一個執行 所以確實就是直接果斷的來動 這第二波的衝團 但是PINA也有七等的情況下的話 是有機會把人給敲走的 而且可以注意BioG因為是沒有TP的關係 所以Night有讓Night去下半部接線 準備來打這個衝團了 但是韓華看起來是還是靠了過來 連TP都交 TP有沒有一個眼睛可以給呢 BioG已經打下四重 而且回身Aung是迷住 上半部的Delight 上半部也有一個TP 這是來自Night 從下路TP到的點草 看一下 要先搶走一隻 Night往前頂 反而是Aung的開團被頂了下來 不過這邊的時風暴 幾乎三個人在配合彈幕的掃射 但是Zeka先將Aung給切掉了 下面就是多人被要變大 丟一個骨頭回力鏢 把尋給丟死 投來的活潑電機 鎖住的就是Elk 練戰再緩 WQ的連斷牛再次的流柱 等力子飛彈也無法阻止 韓華的攻勢 奧鼠也前上來 Viper要收下Elk的人頭 Night也回到了塔下 吃到了巨人砲子 栽一個反魔法 殷石衝擊 漢華 拿下了0換3 哇這波打完 0換4 好像敵前發育了呢 而且Bio我覺得他們打的 其實有一點亂 因為他們在抓的對方 其實是想要去抓Viper的 然後Viper1技能交完之後 其實自己的隊友是被留下 雖然Elk大決是少三個 可是看起來 傷害是不太夠的哦 而且 Aung的開團是被Delight 我不確定是會陰錯陽差 就這樣子頂掉了 再看一下 Aung的閃開 因為第一時間 其實確實Bio局是要拉開的 一定要等到Aung能夠到場哦 看一下這波Aung閃現 結果被Delight頂飛 但最主要還是在 是 Pinus有保護到Viper 因為沒有讓這個 非愛跟Aung的連動 是連動在一起的 變成薰 對 所以你能說是 Pinus玩得好 他的防守成功之後 讓對方最有可能 連動的兩個人失效了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的 好運節他雖然掃大決 但是他掃的目標 基本上都是坦克 是 所以沒辦法起到好的一個效果 三個前排 哇那這波打完 韓華本來前面都是持平的 這樣直接一個人 拿四個人頭下來 而且雙C都是有人頭進補的 哇那這波打完 真的會是 BLG有點炸耶 雖然他們有拿到四條蟲 但是以這個局勢來講的話 經濟開始拉開了 而且接下來面對到的問題就是 塞勒斯 接下來是塞勒斯 能夠去霸凌這個 阿里的時間點了 我已經到霸凌了 現在是腰帶打惡意 但在這卡這邊 是多了一雙的水星鞋 因為畢竟他在邊線上面 我們已經在提到 他可以用自己的這個 回復的效果 然後去針對這個阿里 哇而且回到中線 就看 艾克這波回家 太祖品疊完 應該是有辦法 買世界者給買出來 但看到 Viper跟迪拉在強推 也不能把回程唱完 而且邊線這把 阿兵 雖然本來預計 可能是候選的藍寶 會在對線上有點優勢 但確實在換線 跟過來支援的情況下 目前都還是跟多人平開 但是去這邊也有機會找到 多人 鎖住大絕 等力之分 那一艘多人加速閃現 之後回頭再利用三環點破的加速 成功上回的塔下 但下一次的衝拳接魚叉 阿兵 成功擊殺掉了多人 OK 所以BLG現在準備要去找 這個韓華 有機會失誤的地方打 我覺得他這個策略是OK的 但是你也能說 我覺得多然他有點太大意了 自己還有眼睛的情況下 其實推過半 他是沒有先去 先去做視野的 你知道有個說法是這樣子的 韓華的上線是看多人的 所以BLG現在發現是 沒有辦法去限制韓華的下線 那去限制他們的上線 因為這個頭給到冰其實蠻關鍵的 就是他剛剛上一波團 其實藍寶很需要前面會戰士能夠贏的 那這波小團 這波抓人 讓他有人頭進場 其實是一件好事喔 沒錯 讓別人先 剛剛本來還是持平的狀態 但就算吃完這個人頭 其實多人還是在對位上有300塊錢的領先士 不過阿兵回去把大面具出起來了 經驗也有點小小的落後就是了 這樣子在14分鐘結束 韓華雖然沒有拿到太多的護甲 但經濟的層面上現在是1000塊錢的領先 自己也吃下了一條的小龍 這樣整體節奏對韓華而言是有機會放緩 那接下來的話因為 呃 預示者是先出的 看一下韓華這邊有沒有整頓一下 來動一下這個綜藝之源 現在是三個人 薰跟 啊 直接蹲在三角草長片 想來抓邊 但其實在邊線上還有Pina的掩護 對 這波沒有這麼好去給到邊線的壓力 邊有去做的這樣的 邊線邊線的執行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知道打團其實已經不好打了 那現在就是在邊線上面看一下對方在做事業的情況下 會不會給機會 然後去找一波抓對方的一個機會 然後加上你剛剛提到的是 現在邊線隊在二塞長已經是進到一個好打的階段了 所以說不定打得稍微接近一點 邊有去就找到機會 對 而且他是水星鞋 加上這個 就是 火星腰帶都出了 所以有一個自保能力跟衛衣能力更多了 所以確實可能沒有這麼好抓 不太貿然的上去換血給機會的話 而且寒華這邊也做得很好 因為他邊線 他知道要保邊線一波再來動這個重力支援 不是急著先動 然後讓邊線的人其實容易遭受對方的攻擊 那奧昂過來插了個真眼已經發現寒華在動 但是BLG的成員是很分散的 所以預示者會直接放給寒華 對 不好打 因為打團的話其實都是有點偏劣勢 而且這樣其實是四個人都有摸到這個強化回程的BUFF 那確實在下一波的轉線跟支援對寒華人來講是會比較快的 是 那看一下BLG能不能透由這個中線轉完之後把這個下台給轉掉 反倒要繼續限制阿賓嗎 上路是直接叫出了預示者 那這樣阿賓是有可能要被中奧 叫出了等離子飛彈 可以把這波炮車波清掉 但是 預示者一撞 對於寒華人這個上塔是實在必得了 對 因為寒華這邊 他可以去打一個回手 但是因為自己吃完預示者的情況下也是能夠打進攻的那一方 不過BLG是拿到邊線的手塔的 在下路的薰還有Night 成功的是把手塔拿下 而且現在回撞 Doran要來這個把預示者撞完之後往對方的野區撤退 後面是Night的TP Pinut一個守護者才會將對方的輔助敲走 隨著viper的感到 Night的飛線現在很尷尬 還是飛了上去輕盜了Pinut 但他這一波是沒辦法繼續進攻 而Zekar也交出了自己的TP 其實BLG這波的進攻最主要是知道上車的人是多蘭 那多蘭在上一波其實有把閃線給交掉 對 所以這個信號其實對BLG來講就是能夠去進攻的一個時間 但Pinut有在旁邊當保鏢 所以確實這波沒這麼好開 對 但是也成功用TP 就是找看看機會 那也騙到了對方的TP Night跟Zekar的TP互換 目前兩邊的邊線都各掉一座的外塔 但在C位的發育上其實也都差的沒有到特別的多 因為剛剛BLG是拿手塔的那一方 所以其實發育上面有把這個經濟給咬住 那繼續的咬住的話 可是從第二波的重團看下來 其實BLG他們的團戰還得是打得稍微在集中 而且是一定得要把火力都放在同一個人身上 但是對方就沒有這麼好抓 包含是有波比有牛 然後還有這麼靈活的雙C 而且我覺得上一波失利之後 其實BLG要去想的是 到底要不要抓伊哲瑞爾 還是保著第一 就是能夠去打第一個人為主 因為你還是要讓自己的雙C 有一個比較好的這種 就是團戰發揮空間 因為剛剛看起來 郝雲傑他少到的人並不是對方的C位 那其實如果打第一個人的情況下 其實BLG是能夠把第一個人給控死的 有機會先打一套 甚至在蹲點的情況下 先去做到更多的輸出 但怕就怕在這個鎖頭鎖進去 在鎖到之前 是會先被對方拉扯到一個比較後方的位置 但只要戰線一拉場 對於韓黃岩就有非常多去拉扯 跟切割戰場的機會 對 除非這邊還是得搭配一下 可能藍寶大絕甩到的位置 可能是伊哲瑞爾伊道的位置 那這樣子就有一點畫面了 是 就得看一下這個後面的配合 得再打得更加精湛 而BLG現在在等的是一分鐘的小龍 第二條 下路的外塔是先拿下的話 對於他們下半部而言的視野也比較好做 對 但拖下去的話 其實左邊的傷害成長性感覺是更高的 尤其在中期 其實伊哲瑞爾到他的魔劍疊起來的時候 其實BLG站在一些 可能你想蹲點的視角 其實伊哲瑞爾的作戰能力是比較高的 那繼續往後看的話 其實邊線的壓力也會相對的大了一點 好處就是BLG還有四重 所以在做到邊線的點塔交換的話 速度可能不會輸得太多 Dorren是已經準備變大 Night跟薰想尋找機會 但後方也有Delight的掩護 對 而且後期還有這個 多然的邊線要去處理 所以其實BLG是有點頭痛 因為你等於兩條邊線都有點難對得贏 薰直接衝進了對方的野區 但是這部眼睛有被Dorren看到 Delight再繼續往上衝 要來掩護一下Dorren 暗跟薰想要來尋找機會 但在邊線上 Dorren是打得很保守 這個外塔是直接要打算給了 BLG其實就是一直利用這個 物件要出之前 先去近向的去打一個進攻 那這樣韓華的時間點擊 就會有點被拖住了 但韓華在另外一邊同時 也是讓Zekka在下路推外塔 但是阿兵看起來是有把大絕交來洗兵的 所以推的速度是有被減緩到 那就看BLG這邊要不要再回來 去擠看看中塔 或者是抓看看對方比較少人的下半部 但這樣去做到外塔的交換的話 其實這第二條的小龍 Pinna是已經開始動了 但Elke可以先靠過來 Zekka也可以是從下半部的河道 先趕過來支援 OK 讓他看起來 還有8000滴 而Viper則是先打了 昂一波的狀態 對方有心底抗力 但是有一隻 藍buff的一個眼位 是可以讓娜爾TP的喔 來了 繞背TP 而且怒氣是剛好在臨界值 往前的一波閃現想要鎖 但是阿兵沒有大絕 反而是Zekka旁邊練了過來 Elke算是得交閃過來補傷害 四個人的集火 終於成功的是將Pinna給秒掉 但是也交出了大部分的技能 Zekka是有偷到一個紅布連擊的 現在把目標瞄準的是在昂的身上 但是BLG反而這一波是可以 撤回自己的下路外塔 哇 那這波先開掉Pinna的判斷 尤勳這邊找到了一個不錯的機會 對 這邊就是 BLG在上一波其實是拉扯寒華的人員 要去上半步做防守 所以他必須要利用轉到下面的時候 如果看到人就要直接開了 因為對方不管是TP下來的時間點 或者是就是慢慢走過來的時間點 其實這兩個都會有時間差 所以你能說BLG找到一波好的時間差去打進攻喔 而且我也覺得BLG在這一波的伏筆其實就 他們上一波的策劃就交換就做得很好 因為這一波阿兵是把下路的塔給守住了 才讓他們後續韓華其實沒辦法 透過後面的包夾來去把這波團戰接下去喔 對 那這樣子韓華在這一波被抓到了一波的節奏 小龍雖然看起來還是可以接著動 但BLG是有在把時間跟節奏繼續的放緩 那BLG知道自己的大招都沒有的情況下就是 反正已經有撞到人頭了 那繼續再發育 剛剛的人頭是被 應該是被薰拿走的 目前薰也是兩件套的飛愛 對位其實領先了Pina有800塊 其實飛愛的戰鬥力是韓華這邊 不能去小看的一個地方 因為畢竟他這兩件裝 其實在敲到坦克身上啊 其實就傷害蠻高的 是但怕就怕在這兩件裝 其實沒辦法提供什麼太多的 持續作戰的能力喔 所以他也是有可能被擊火掉的 那這樣子出裝看要不要就是把第一個人 就我們剛剛提到嘛 如果阿力輕到 你能夠先秒到對方的坦克 這樣大絕去鎖後排的人 我覺得這樣可能是 比我可以去執行的一個團戰畫面 不過接下來韓華已經來到他們的POWER SPITE 是VIPER的魔劍疊滿了 針對現在的一個狀態 兩邊吃爆的速度說出來 不知道特別的快 所以當然還是得看接下來的小龍 或者說有邊線中塔之類的進攻 都還是在持平接近經濟的狀態 在21分半 兩邊還是得看團戰的發揮喔 卷中線搶的速度都差不多 不過現在是韓華 要往對方的上半部開始不視野 是 而且VIPER又在下半部去給壓力了 那稍微讓邊線的ZEKA過得沒這麼舒服 但其實邊線真的要去擔心的問題 反而是應該是兜人這邊喔 對 但是兩邊接下來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想要把這個中塔給擠掉的 但現在問題點就是韓華的邊線 其實還沒有到這麼有優勢 因為相對來說 多藍也是需要有一個發育空間的 所以能夠讓後 就是越後期 賽勒斯跟這個 多藍的優勢更大的情況下 他們才能夠去把這個 中線給強占回來喔 是 但也因為這個邊線 目前還沒這麼強的關係 現在BLG在塔數上剛上路完成的交換其實還是領先的 這就得繼續往後看啦 看多人的第二件裝備什麼時候出的來 但跟的有點慢 因為你看到 冰其實雖然他是經濟領先 但冰是先把兩件裝給成型的喔 沒錯 多人這邊手套還沒出出來 手套還沒出 應該是還缺錢啦 裝備稍微貴了一點 另外那邊阿兵 大面具加峽谷製造者 但現在韓華是又來到了上半部 四個人的集結 要繼續把河道的世界給控下來 又一或者是要往邊線去給Night的壓力 因為手套還沒出出來的情況下 其實BLG的進攻 非愛的這種定點鎖頭 配合藍寶瑤或配合阿里 其實都是很容易把你逼閃線 然後甚至你在逼完閃線之後 你還是會被秒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其實韓華一直在邊線上面 是比較小心的那一方 那同樣的BLG 其實也對Night這條線 有做了很多的防守試 所以其實韓華現在要去邊線抓機會 也相對的比較難 對 但韓華其實他也不用急 因為像我們提到的 後期角色他們是能夠更發力的嘛 所以相對來說他有兩條龍的優勢 其實就以小龍為主就行了 不過Doren現在是剛又推往列波上 我想他還沒有選擇回補 所以應該是真的卡錢囉 畢竟在CS數上掉的這個 稍微多了一點 輸了20隻 雖然是領先100塊 下角小龍還要再兩分鐘 我現在以裝備層面上 也確實都還是持平 嗯 還是沒有選擇回補 是 小龍是一分半準備要出 看一下 那多然如果有手套的話 下一波能夠撐更久 能夠給到後排更多的壓力 那確實在下半區 其實視野對韓華也就沒這麼好 那反而Eazer的Poker效果 可能就沒辦法在視野烈士的時候發揮到極致 因為Eazer他現在必須要等到 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兩條邊線發揮再更好 然後去讓他們在邊線接管比賽 他中路才能夠打得更熊 是 但現在因為下路 雖然又是一波兵線進去 但Zekka這邊是選擇Record 是 所以 加上說牛跟波比他們的進攻性 我們一直提到說 進攻性是比較弱的 他們是比較打翻 就是防守反擊的哦 不過反而是B.L.G.在布局上半部的視野 在小龍出身的前一分鐘是 踩住了上半區 小龍一分鐘 那在四個人的中佐之朝蹲點 此時Doran是已經把手套給買出來了 但 這個草叢 有Q到哦 位置是直接被Viper給Q出來了 而且是有用這個 應該是有燃燥照照到嗎 就是B.L.G.其實還是有視野的 但是這樣變還是B.L.G.有點把地給鎖在上半部了 那接下來這四十秒鐘 反而韓華可以先去把下半部的河道給踩起來 沒錯 而且你看B.L.G.的視野其實 看起來Viper跟它是沒有用的 所以是B.L.G.在蹲這個B.L.G.前 其實是沒有把B.L.G.的視野給掃乾淨 那 那韓華這邊根本就不用急著下去採視野 因為知道你根本就沒有在吃嗎 那這樣子還有三十秒鐘 兩邊在下半部就兩根眼睛 對 但是B.L.G.剛剛就是想要蹲看看 看對方會不會來做視野 然後去強行打一套 不過B.L.G.的站位 他們是想在可能這個聽牌點去做到 跟韓華用巴龍在交換給壓力 但他們的陣容吃巴龍的時候又不快 但是看起來B.L.G.其實還是想要來接這個團的 因為畢竟這個時間點是他們能夠去作戰的 而且前面也是有把一些經濟給拉回來了 那現在蹲在了下半步 手套有了 重新再來看一下這個河道的視野爭奪 這卡也是把小精靈給出出來了 所以這波賽克斯的操作上限也很高 後面是沒什麼繞背的眼位 而且下路的兵線是先被阿兵這邊給推進去 對 而且雖然B.L.G.的進攻是可以打得很激進的 但是韓華的這種方手反擊是很厲害的 而且多人是準備要變道 對B.L.G.如果踩在同一邊其實沒有這麼好進場 其實有要舉大絕嗎 剛剛昂仙是稍微彈了球果下去 Zekka已經繞到了後方 但奈特也隨在他的身後 奈特的位置也不錯 兩邊同時按了飛仙 抵戴是直接把奈特給頂到了牆上 而且正面是把薰給捶開 韓華並不協任把小龍拿下了 這是什麼畫面啊 B.L.G.很想要打進攻 然後扭一個頂 波比一個敲 好像就兩人出局了 中野直接淘汰 兩人 兩名選手直接出局 那這個團打不了了 那韓華 這穩穩的空下這個水龍 聽牌點 那繼續發育 這個就是韓華在選出來 雖然我們看到他邊線 一直被B.L.G.給懲罰 可是進到打團 就是韓華的節奏了 他們知道自己陣容的優勢 要怎麼去發揮哦 我覺得這真的也就跟前導編說的一樣 B.L.G.前面真的沒有太多的 去打亂到P.L.G.的節奏 而且沒有辦法透過可能野區的壓制 真的讓P.L.G.做到訓所說的 他慌了 是 所以P.L.G.完全就是不慌 不慌不忙的 可能線上該cover的cover 找得到機會就試試看 那這把反而在平穩的節奏下 被韓華控到水龍聽牌 沒錯 而且中路 哇 Wipe打得相對兇了一點 現在伊澤瑞兩間半的傷害 打出來的poke效果非常的不錯 而且那個聽牌龍 被韓華這邊給吃到 其實B.L.G.現在反而更陡了 因為自己其實是要很急著要打進攻 如果讓左邊再拿到這種水龍魂 其實接下來在傷害的斷檔上面 其實就會讓左邊把這個血量給補回來 但韓華反而是自己要動發龍 突然一波閃現定強配 精準彈幕兼秘書射擊 耐特被秒了 由P.L.G.找到一波非常漂亮的機會 這邊是在要做視野的時間點 找到這樣的機會 哇那在偷了飛仙過來之後 是把薰給打退 那這樣子B.L.G.在倒地一個阿里 之後這條的巴龍看起來 薰比較難去做防守 但是還是有閃現的 DELY直接過來 多人跳到了牆上 但是薰這波鎖進場 巴龍還要2800滴 薰是選擇交了閃現往後 多人把兩個人給翻走之後 韓華要回頭來動巴龍 但是Zyko等離子飛彈 有把韓華的狀態給掃殘 DELY選擇把自己給賣掉之後 稍微是中斷一下B.L.G. 閃現的昂 把解構捅在了 這個睜眼上面之後 反而是有可能被幾乎秒掉 再來敲出守護的裁決 把對方的上野垂開 現在是Elk跟昂 先是輔助倒地之後 Zeka還在往前繼續的做鏈子 但是韓華還能在交出最後的閃現之後 拿下巴龍扣了個四個龍種 成功地回到家中 這兩隊也太能打了吧 這個先從B.L.G.的家打到河道 再打回B.L.G.的家 然後再把人吹走 哇這個畫面 其實我知道剛才On他要留人 他是必須要去留的 因為畢竟他是他們家 可是波比這個大局 直接把這個局勢給化解掉了 哇再看一下 這波是 演視野 一看到Night 平常就準備好了 對其實Night他是有點太大意了 因為他覺得牛是往下退了 但沒想到波比在旁邊 已經等著他再往前走的一個過程 是 但不過後續你也得說是B.L.G.在團戰當中 他們的遠程開團能力 還是有讓韓華其實很難去做逃生 但你可以看到其實韓華 他停手就是知道你的人進來的情況下 然後再利用第二拍 把這個巴龍吃掉往上拉 我覺得Delight也是賣得很好 是有卡到B.L.G. 也給了後續這個強棒出擊的機會 其實On這邊是真的只能用閃現上去留 因為你讓對方有巴龍這樣Record的話 其實那個回去的時間很快 但還是這個關鍵這一錘啊 平常好猛喔 你不說我也在看那個 市場官怎麼驚呆了 全力打大賽是不是 全力打大賽 那只能說平常在這把的發揮 確實是讓B.L.G.過得非常難受 但就算是拿下巴龍 其實韓華還是在經濟沒有即時的拉開 但有這個巴龍其實韓華很能進攻 因為畢竟你可以利用易澤瑞瑞的Poke優勢 然後邊線上面又能夠取得到李仙 去壓制對方的視野跟塔喔 兩邊AD都是三件套了 但是B.L.G.現在就是 在中路跟邊線上都比較難去找到推現的機會 對這分是火不連擊接鎖接青城P.L.G.抗了很久之後還是倒地 而且Zekka的進場也被吸住了一些掃到彈幕 最後一波打開Q閃 抵賴在配合viper的傷害先將on給擊殺掉 而薰也扛不住這發秘術射擊 再往右邊一射Alk也倒地 奧水圈持續的向前viper 收掉了三個人 現在在追接阿斌 而且後面的Doran 是有成功騎到切割戰場的效果 阿斌被瘋狂的秘術射擊 一直射一直射 射到了塔下 但是阿斌之中還能夠逃生 儘管B.L.G.找到不錯的機會 但在人頭的交換上還是落後了一顆 這波看起來比較像是Pinus想賣 然後他跟隊友的溝通就是 我要準備踩過去了 那隊友也是有去聽到他的聲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剛剛牛那個 錘到三個人 也是因為B.L.G.這邊想要為了抓 這個發生這個點位 然後去把位子賣得比較前面 想透過側邊去給點壓力 順便看能不能比一個中塔 但在沒兵線的時候是被看到的 感覺可以再賣慢一點 但是以結果論來講其實比較好的 畢竟是有留到人的 而且看一下D.L.G.這個閃現 應該是閃現 W.Q閃 哇哦 然後金子彈幕刷三個 是 D.L.G.這波其實 好像不是發生賣得好 是D.L.G.玩得好 D.L.G.開得太好了 對 因為發生看起來位子還是有點賣得太快了 啊啊啊啊啊 B.L.G.教練 頭疼 現在這個教練都會被抓出來做這個表情包 我自從昨天的Dandy的表情包 之後現在這個後勤的畫面是越來越好看 沒錯 那現在水龍龍魂點 B.L.G.這邊是 不打很難玩了 Night跟Elk的閃現都還沒有轉好的 薰看能不能下去搶看看嗎 但是一直被卡住 Z.K.已經在做繞背 正面是D.L.G.被暈 被騎到 但是水龍魂已經被寒花拿下去了 後面Z.K.在一個切三個 非先把Night打殘之後 再用第三段之後成功的往後 後面的是Awn一個人被賣掉 多人的巨人帽子留住了Elk 再把對方的薰給翻了回來之後 由Viper收下了這個DoubleQ 切到後排的中野 要把B.L.G.全部殺光 過熱的阿兵 最後成功做到了硬換 但最後的人頭 依舊是2換5 韓華拿下水龍魂 拿下Ace 這把比賽 也有可能要韓華收下 B.L.G.沒辦法不打 因為你不打的情況下 也是慢性自殺 而且左邊 讓這種拉扯能力 比較多的陣容 拿到水龍魂 其實就跟自殺是沒有兩樣 所以一定要來拚看看這波團戰的 換到結果是 雙C都還活著 下路的2塔可以持續的進攻 沒有 八王八府 當然上高地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再直接刷大絕 再把對方的守護家園給斷掉 有4000塊 接近5000塊的經濟優勢 而且是被伊澤瑞爾 跟賽勒斯拿到這個水龍魂 拉扯能力又在上了一個級別 沒錯 這邊下路的兵營跟中二塔 多能拿掉的話 其實 八龍再一分半又要出了 B.L.G.接下來那波團戰 又會更難打 壓力三大了 B.L.G. 而且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看到 其實多藍的裝在兵營上面 一定也有載制能力了 再看一下 正面是真的沒辦法 Zeka已經繞到了一個 非常好的位置 然後如剛所說 只能開delight就很難贏 所以你一個團戰 如果只能開輔助的話 怎麼贏 我問你 而且對於韓華的戰衛 他們的3C三箭頭 分散在三個不同的點位 那 只要B.L.G. 選擇激活一邊 那另外兩邊 就有很多的操作空間 而且我覺得 多藍他玩的好的地方 就是他一直有在卡 這個 薰想要進來搶的一個位置 所以等於說 每一個人的站位 都是有各式其職的 來了 現場觀眾也是看到了 這一波之後 剛剛有拿 兩根法國麵包取超高 萬達昂這邊的狀態 也是沒什麼辦法 這把的開團 確實是沒有辦法 從韓華的陣容上 找到太好的機會 巴龍 30秒鐘的重生 再來大部分的點位 都來到三件套了 而且VIPER是第四件 連這個世界者都買出來 儘管ELK在大裝的數量上 沒有看起來明顯的落後 但就是這把沒有什麼 給豪雲傑發揮的機會 現在B.L.G. 打起來的情況下 都是有牛的 很硬的這個坦克 比在前面 那甚至B.N.S.又可以把人給敲走 精準彈幕超級痛 旋直播把手套給補出來 但緊接著要面對的是 韓華中上兩條線路的攻勢 要壓上位2塔 中線需要再帶一波 然後韓華已經把視野 往到B.L.G.比較深的視野去點亮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就是可以去逼看看這個巴龍 而且韓華大可也不用急 下路是有一波超級兵 會慢慢的往前推的 所以只要不停的去給對方視野 還有巴龍上的壓力 B.L.G.會自己被自己 壓垮 沒錯 可以再等下一波下路並線進去 但這邊開起來了 頂到兩個人 再配合直接秒掉了 直接把Night給秒殺 後續的結構想要跑 而下面則是阿兵也被Zekka殘上 在這個Zekka掃了一個還不錯的彈幕 但是韓 還是要被對方的Nar一路點到死 再次一波的閃現 大地粉碎 敲起兩人 火不點擊往前再鎖 那循這波也沒能夠將D.L.G. 也沒辦法將多人給換掉 最後是Elk 在死前硬換 但是韓華 這一波收下了一換五 不用巴龍 要來收下第一場比賽 哇 我覺得 第一把比賽真的看到很 很精彩的一個攻防戰的 因為 B.L.G.在雖然第一波團輸完之後 他們是比較劣勢的 但是還是有利用自己 非愛跟這個阿里點位 想要在邊線去取得到領先 可是韓華他太聰明了 就是你跟韓國人打 他們就是用腦袋在玩的